这位美眼与梅丽尔斯特里普有几分神似的女演员 是杜金时代里扮演年轻姑女的路易莎雅格布森 她之所以长得像梅丽尔 是因为她是梅丽尔最小的女儿 1978年 梅丽尔与雕塑家唐古墨结婚以后 一共育有四名子女 她们无一例外都继承了母业 从事了与表演相关的工作 而出生于1991年的路易莎雅格布森 在出演杜金时代之前是一名模特 直到2019年才参演了一些影视作品 《路易莎》是她演艺生涯里唯一主演的电视剧 虽然第一次担任主演 但路易莎的演技可圈可点 《路易莎》里她扮演的姑女 虽然人设不够讨喜 但角色的形象还是被她塑造得非常立体 因为多年从事模特的工作 路易莎拥有特别完美的体态 《路易莎》里那些华丽的巴斯尔裙套在她的身上 也展现了几分19世纪贵族女性才有的古典气韵 作为2022年 《孵化号》自可排入榜首的美剧 《路易莎》时代为女演员配置的巴斯尔裙 并非只为呈现奢华的视觉 代表新贵族的罗素夫人 她的服装走的是标新立异的浮华路线 而路易莎饰演的姑女 是老贵族年轻一代的代表 她的巴斯尔裙 在凸显角色年龄的同时 还彰显了老贵族低调内敛的一面 今天就来欣赏一下 路易莎在《路易莎》时代里出镜的巴斯尔裙 首先来看看她那些华丽的晚礼服 在剧集的结尾 罗素夫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 路易莎出席舞会的礼服 是一条配色非常温柔的巴斯尔裙 断面搭配薄纱制作的裙子 有种朦胧的美 很能凸显着装者的少女感 香油水钻的蕾丝遍布整个裙身 极大的提高了舞会礼服的轻奢质感 路易莎奢华的礼服 还有一条黄色的巴斯尔裙 设计了繁复托居的裙子 还拼接了一对可爱的泡泡袖 加上脖子上系着的蝴蝶丝带 这条巴斯尔裙展现出来的少女志气 比刚刚提到的礼裙更浓郁一些 巴斯尔裙作为晚礼服出镜时 往往会采用短袖的设计 在搭配一双几轴手炮以后 可以让着装者显得特别端庄 巴斯尔时期的陈礼服 则会采用长袖的设计 裙子的衣领会包裹住整个脖狗 不管是陈礼服还是晚礼服 巴斯尔的裙摆 虽然不再加入宽大硬挺的裙称 一条印花的黄色陈礼服 就塑造了巴斯尔裙最标准的外在轮廓 让着装者的身形 呈现出前涂后翘的视觉 上流女子外出的陈礼服 都会标配一把遮阳的花伞 即万的手套和精致的手提包 以及卷翘的小礼帽 都是陈礼服必不可少的搭配单体 黄色的陈礼服 绿衣莎还有一条黄白拼色的 款式的设计 跟刚刚提到的印花陈礼服大同小异 但裙摆的造型会更个性一些 用布料堆叠出来的繁复托居 把裙摆的轮廓 雕塑的很有艺术的美感 除了黄色的巴斯尔裙 路易莎的衣橱里出镜最多的 还属蓝色的巴斯尔裙 从外出的陈礼服到居家穿着的裙子 各种蓝色被运用到了极致 她这条泡泡秀款式的蓝色陈礼服 跟刚刚提到的印花陈礼服 有着相似的款式设计 各种配饰的搭配 也都是外出巴斯尔裙的标配 但为了让着装形成统一的视觉 小礼帽用到的花卉和丝带 也采用了浅蓝的颜色 服装的视觉特别的小清新 很契合上流少女的典雅气质 洛伊莎居家的蓝色巴斯尔裙 往往由一件打底的上衣 加一件被新款式的紧身胸衣 和一条翘腾的裙子左颗而成 她这套系了丝绒丝带的蓝色衣裙 和这套印花的巴斯尔裙 都是这种搭配模式 因为上衣采用半透式的蕾丝面料制作 使得着装的视觉 显得更加的清新和淡雅 没有用到很奢华的装饰 却依然不失精致的质感 深蓝色的居家裙子 这条领口坠有玫瑰花的巴斯尔裙 设计得最为繁复 衣裙不但用到了印花 细碎的小花边也被频繁运用 尽管这些装饰元素 堆叠在一起稍显繁杂了点 但整体的视觉依然还是美的 演员光站在那里就显得赏心悦目 而这条金蓝拼色的巴斯尔裙 就显得简洁很多 虽然制作衣领和袖子的布料 坠满了复杂的花纹 但裙子的轮廓线条 却剪裁得更简洁一些 非常修身的裙子 需要路易莎这般纤细修长的身形 才能驾驭 外出的蓝色陈礼服 这条搭配灰色礼帽出镜的巴斯尔裙 设计得最为个性 那抹拼贴在裙身上的灰布条 打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蝴蝶结 极大的提高了着装的吸睛指数 使得剪裁俐落的陈礼服 更具是觉得亮点 绿色的巴斯尔裙 洛伊莎也出镜了两条 这条泡泡秀款式的陈礼服 设计得最为别致 从线条流畅的挺翘裙摆 到布满褶皱纹路的花边衣领 再到别了丝带和花朵的紫色礼帽 每一个细节的设计 都凸显了造型式的用心 尽管这套陈礼服的颜色不够鲜亮 但呈现的视觉却是无比悦目的 而这条布满条纹图案的绿色陈礼服 就显得逊色一些 图案及颜色的搭配 还有一群款式的设计 都很考验着装者的气质 但这套服装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与裙子配套出镜的卷翘礼帽 和其他帽子一样精巧又别致 是一件非常出彩的搭配单品 看了镀金时代里 路易莎的服装 你觉得她哪一条巴斯尔裙最好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